大家好,今天以美国银行的APP为例,来做一个手机银行的内容介绍。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APP的首页,首页会展示你的账户信息。 例如,我这边是三个账户,一个支票账户,一个储蓄账户,一个是信用卡。 支票账户一般用来日常消费,没有利息,美国银行必须要求日均达到1500美金余额,否则将收取管理费。 储蓄账户顾名思义就是存钱账户,可以理解为储蓄罐,有利息,但是利息较低,要求是日均500美金起,否则将被收取管理费。 信用卡,我这边是只有一张信用卡,首先我们看这里的信用卡余额是负数,我们先要理解的是借记和代记的概念。 因为信用卡属于代记卡类别,所以这里信用卡的余额是负数,也意味着是我里面多存了钱,而不是我欠银行。 当我欠银行信用卡钱的时候,这里应该是证数。 我们先点击支票账户进入,注意点击这里。 获得账号和路由号,这一步骤很重要。 这里的账号并非是你的银行卡号,这里的账号一般用来存钱和付款。 下面的路由号有两个,第一个主要是用来付款的,第二个是用来收款的。 美国经常会用到ACH转账的方式,比如券商之类,我们一般选择第一个路由号。 我们滑动手机,把页面拉到最下方,这里有一个购买支票的选项。 如果你有频繁支票需求,可以在这里购买支票,在美国支票的使用很广泛。 我们现在点击进入信用卡的内页。 这个日期是到期还款日。 这个日期是下一次账单日。 如果要还款的话,可以点击下面的Pay还款。 这里显示你的信用卡的额度500美元,以及现金支取额度200美元。 我们继续回到首页,把首页拉到最下方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优惠活动信息,我们需要去激活这些活动。 当你激活后,然后按照里面的规则,你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返现。 比如,这里我激活了苹果一月,显示有第一个月免费的活动计划。 这里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栏目,可以查看自己获得了多少返现。 我们点击最底部的第二个栏目,转账和Sale。 第一个转账是你内部账户的转账。 比如把你的支票账户的钱存入储蓄账户,或者转入信用卡来还款。 我们来进行一个演示如何转账。 先选择从哪个账户转,再选择转入哪个账户。 输入金额,这里金额输入要注意,加零零才能进位。 比如,我输入一美金。 选择转入的日期,我选择今天。 然后点击下一步。 再点击转账按钮。 出现这个界面就是转账成功了。 现在说Sale转账部分。 第一个按钮就是发送付款。 你可以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或者电子邮件地址来进行转账。 第二个就是请求对方给你付款。 如果第一次使用需要设置存入的账户。 我们点击手机最底部的第三个按钮。 这个是账单支付。 比如说每个月的水电单,你这边进行登记成功,银行就会从你的支票账户从扣钱来支付。 一般用来缴纳手机通讯费、车贷、房贷等比较常见。 手机底部的第四个按钮是存支票,但是存支票是有限额的。 这里是拍摄支票正面,拍摄支票背面,选择存入的账户,然后输入金额。 该功能存支票可能会有金额限制,大约2500美金以内,超过的支票需要去柜台存入。 底部的最后一个按钮是投资,一般人用不到。 而且不建议各位在银行投资,费率高。 我们现在点击左上角的菜单按钮。 我们点击第一个的设置。 这里比较重要,当您变更了手机号码以及地址的时候,强烈建议你及时修改联系信息。 我们点击这里进入。 这里你还可以设置联系的优先级,我把邮件联系,设置的优先,手机联系设为次级,底下是你的地址,以及邮寄地址。 我们现在返回上一步。 点击这里,这是一个五指化的设置。 由于一些账单邮寄,可能会导致信息泄漏。 我强烈建议各位采用五指化,电子账单的形式来收取。 我们返回菜单部分。 我们点击管理卡片。 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卡片的限额以及锁定卡片,或者更新替换卡片。 当你卡片丢失的时候,建议及时用这个功能来进行安全保障。 这里还可以查看自己的FICO信用分。 一般新开户或者开户后使用消费记录太少,就不会显示信用分。 需要多元化的消费记录,且长期规律化,才会产生信用分记录。 这里还有教你更好的用钱习惯以及信用分的计算方法。 好了,以上就是美国银行手机银行APP的最重要的几个内容了。